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陸網高喊起義 四川拆遷新規定或激起民變 綜合報導 為量產小粉紅 中共上大毒招 烏副防長 俄軍在四地區向前推進 達人 烏軍突破 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2號星期天 亞洲時間星期一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報導和分析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贊 轉發和留言 為推動油管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高喊起義 四川拆遷新規定或激起民變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近日 一則消息引發大批網友熱議 消息稱 四川發布新規定 以後拆遷戶不簽字 過了時效可以強制執行 而網友對此反應強烈 很多網友高喊創業 其他網友解釋說就是起義造反 根據網絡流傳的截圖顯示 四川發布新規定 以後拆遷戶不簽字 過了時效可以強制執行 2023年3月1日開始實施 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 實施辦法中明確說明 拆遷中一直不簽字 在法定時效內沒有提起有效救濟程序的 拆遷方走完所有法定程序後就可以申請強制執行 合法地將房屋拆掉 也就是說不管什麼原因 不簽字的一直拖的不是好辦法 根據該消息 阿波羅網記者調查發現 根據四川省第13屆人大常委會 第125號公告 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 實施辦法確實自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其中 第47條中有以下內容 為達成徵地補償安置協議的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者 使用權人 在徵地補償安置決定規定的期限內 不腾退土地和房屋 也不在法定期限內申請行政付益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經催告後 仍未履行的 由市縣人民政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根據網傳圖片顯示 這一四川猜親新政策引發數萬網友在線熱議 很多網友使用了一個詞彙 創業 紛喷表示 創業拉我一個 我建個創業群 創業拉我啊兄弟們 我也要創業 畢竟咱前輩都這麼過來的 加一 願意擔任后勤與前鋒 算我一個 有的網友對創業表示不解 很多網友回复說 就是造反 起義的意思 看到這幾張截圖後 一些網友評論說 政府這不就是明搶嗎 什麼簽字 什麼時效 什麼強制執行 要不簽字 步驟也直接省了好不好 以前的劫匪 把錢交出來 現在的劫匪 來 這裡簽字 這算什麼新規定 一直以來都這樣 不簽字沒關係 月黑風高的晚上 房子就沒了 新規定後 免得上訪或法院流程了 挺好 上訪或法院流程 除了給劫訪和律師創造GDP 沒任何作用 一位網友意味深長地說 法律如果不公正 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幹 也是這個意思 還有一些網友表示 評論區摩拳插掌 以後創業也得成敏感詞 繼續加壓 這口鍋很快爆了 四川以前有保路運動 現在又有了保房 這就叫官逼民反 確實是這麼多年第一次看到這麼大規模的 為量產小粉紅 中共上大毒招 中共人大 預計將很快正式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的立法 據新華社的消息 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 6月26日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審議 分析人士指出 在當前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 中共尤其需要不斷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以保持其執政合法性 這個法律也將為年輕人中製造更多的小粉紅創造條件 家住北京市海淀區的朱女士 女兒即將面臨中考 如今 即將中考的孩子也面臨道德與法治一課的考試 而開始被馬列主義 鄧小平理論 習近平思想等內容了 不過 據朱女士介紹 女兒所在的重點中學 並不只是讓孩子們死記硬背 政治課的內容也包括去博物館 手工藝 工廠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甚至還在一次活動中 見到了中國女宇航員劉洋 朱女士告訴美國之音 真的是讓你走出課本去了解社會 我覺得挺好 死讀書多沒勁啊 就是這種主流的教育 公立學校肯定是要跟著主流 跟著大方向走 然而 位於美國的人權組織 公民力量發起人楊建立博士告訴美國之音 不把愛國教育視為洗腦的家長們 實際上是一種不自覺的麻木 她告訴美國之音 你設想自己是在中國的一個家長 你當然希望你的孩子在中國的社會中 能夠在競爭中成為優勝者 你的潛意識中就服從了體制給你安排的一切 因為你不能成為反抗者 你一旦成為反抗者 你的前途就會有問題 她分析說 現在這個教育就像法律草案講的 要貫穿到整個教育體系中去 它是在任何一個科目中都要體現 就有一定的隱蔽性 比如說帶著孩子到延安去 生活在中東某國家的王先生 正是在紅色中國反抗教育體系的一些家長中之一 王先生正在上小學的兩個孩子之前 一直生活在中國 王先生告訴美國之音 他最近把孩子接到了身邊 主要原因就是不願意讓孩子在中國被洗腦 此外 國內經濟下行 突發性 惡性事件也越來越多 我覺得連安全問題也越來越不能保障 中共當局2018年開始施行英烈保護法 又在2021年的刑法修正案新增 侵害英雄烈士名譽 榮譽罪 並且高調判刑了在社交媒體 諷刺中共軍隊的網絡大威 蠟筆小球 丑子明 入獄8個月和資深媒體人羅昌平判刑7個月 楊健利認為 近期的經濟下行 使得共產黨的合法性來源再次面臨危機 所以此時推出法律 就是愛國主義 就是我代表中國 我代表中國利益 我代表中國歷史 我代表中國的一切 你反我 就是反中國 就是反中國歷史 烏副防長 俄軍在四地區向前推進 達人 烏軍突破 法新社基辅2日報導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馬里亞爾今天表示 俄羅斯部隊在烏克蘭東部前線地帶 四個地區向前推進 兩軍爆發激烈戰鬥 馬里亞爾在社群媒體貼文說 到處都爆發激戰 形勢相當複雜 他表示 敵軍在阿富迪夫卡 馬林卡和利曼地區推進 敵軍也在斯瓦托維地區向前推進 馬里亞爾指出 烏克蘭部隊則在巴赫穆特南裔的推進略有進展 在烏克蘭南部的伯德·杨斯克和梅里托波爾附近也是 他表示 烏軍在南部的攻勢面臨敵軍強烈反抗 遙控布雷和出動後備部隊 因此進展緩慢 另據長期跟踪俄乌戰爭的達人艾萊克斯·辰 相信 烏軍攻擊出現重大突破 扎波羅勒地區奧利西夫小鎮 奧利西夫以南烏軍 從薩波羅勒州 馬拉托克馬吉卡村發現薄弱環節 追擊俄軍超過H08一路向南 俄軍潰逃10公里 烏軍改變打法 選擇在俄軍也要使用的布埋雷公路進行單點突破 今天 阿波羅網部頻道視頻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翻牆百萬人大推廣 大陸網絡經線壯觀一幕 綜合報導 美女書籍落馬 美國房產二十多套 靠山倒臺 中共臉丟大了 約70名官員申請赴臺參展悲劇 美國回歸 布林肯表示 不拱手讓給中共 國產生日出品 物資格